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16号的上午 在中区服务中心举办了 公立动物收容所施工进度说明会 而凤林镇代会的主席林建平表示 任何大型的工程要来到凤林镇建设 都应该在施工前举办说明会 才不会让民众有错误的讯息 而导致抗争的发生 花莲县立公立动物收容所施工进度 16号上午在中区服务中心举办公听会 包括了凤林镇代会主席 以及多位代表里长也都出席该会议 农业处长表示 希望借由公听会的举办 让李明能够了解动物收容所的收容量 及环保问题的处理 农业主席林建平 在任期间只要总大集合 我们一定先做收入会 这个是内心安排的部分 那在收入会是 这个连续去收入三百五十七 如果有必死这些猫狗 我们不再现场注意 那这些必死的猫狗 而对于新设置的公立动物收容所 政代会主席林建平表示 县不在施工前 就应该先行跟地方做良善的沟通 才不会让民众有错误的讯息 让地方居民以而传而的方式 来获得错误的资讯 那我们所有的讯息 都是经过百姓和音 都被告知的猫狗 你今天必定就是一个 都不做无数 现在在老公上 在股邻居上面 在百姓的口误是什么 是爱国外 那爱国外也跟 都不说都不差别在哪里 都不做无数 在外星安 对 说得不好 他们是跟他上班 但是百姓的爱国外 所以我们却一直到无数 那你照着我才却做到狼狼 那你今天你看 我一生 你所有的环境 你所有地方的地下 你方方都没有 我们共一证 你都要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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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我们不正式正经的建立大法 我们就是准备 经由我们的建立部 到中央大小 我们连接开启 一有太坚之后 到我们出现桥 再出现一步过来 我们共一政统 我们认真发来的 不可以有一些 那政统的政策 为什么先做不先行的地方来过 对不对 至少要留我们的 第一所的秩序 就是百姓的秩序的时候 来兴奋我们的 来兴奋我们的 离散离 至少我们从这个桥梁 做我们的秩序 林荣里长表示 县政府不应该把不好的东西 都设置在凤林镇 民众要的是好的生活 我以为这个事情 那么大的事情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心结的是说 这个东西啊 第一次我们都把民众 往后往这边推 这不好的东西 我们刚才讲的 民众就是要 或者进房 在的时候 由于该项计划 在109年11月 将要完工 经过多位代表 发言意见之后 希望县政府农业处 能够取得多数居民的同意 才能够使用 公立动物收容所 农业处长表示 收容所未来 会朝着以绿建筑概念 收容生命教育的 使用目的来发展 提供给学校 对于保护动物教学的空间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